中国海军将要举办国际军事比赛 中国海军陆战队在和国际同航交流中,能够借借学习到国外两栖作战的宝贵经验,找出差距,弥补不足和弱点,提高陆战队两栖作战能力,包括提高装备、指挥、训练等各个方面的水平。 李杰认为,虽然今年中国越来越重视海军陆战队,并且两栖战能力也在快速提升,训练强度和装备增加幅度很大,但是中国距离一流两栖战能力,还有较大差距。 一是中国缺乏两栖战实战经验,另一点是不同军种联合训练缺乏,未来登陆作战一定是多兵种联合。 海军陆战队作为第一步攻击,后续陆军要做后援,重型装备陆续抵达,并且空军为其实时增援,并且还会出现空降兵进行纵身打击。 而这些中国军队目前还不成熟,李洁表示,进一步在装备上来说,比如船物登陆舰、气垫船、两栖攻击舰、直升机这些装备,中国装备量也是不够全面,这对装备保障的要素来说也是不利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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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